台灣名人堂 我是林一如 台灣名人堂要告訴您 有故事的人 有意義的事 我們常常講說 生老病死 是每個人都會必經的旅程 但是我們在講到生的時候 每個人都是非常地開心 但是當我們處理到老病 甚至是面對死亡的時候 常常很多人是非常的不知所措 甚至是能夠的話 我們就盡量地 不要去碰觸這個問題 而最近有一部電影 《百日告別》 它但我們用非常平時 而且非常真切的觀點 要來告訴我們 當我們面對 摯愛的親人突然離開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來面對死亡 這門人生非常重要的課題 那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非常的高興 可以邀請到 《百日告別》的導演 林書宇導演 歡迎你 妳好 另外就是邀請到我們的男主角 相信觀眾朋友也非常熟悉 石頭 不過我想大家對你另外一個身分 最熟的應該是 五月天的吉他手 對 妳好 妳好 大家好 歡迎兩位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我想我先請教一下導演好了 其實我自己在看這部片子的時候 真的是哭到衛生紙用完之後 我的圍巾都拿來擦眼淚 我覺得我為什麼會這麼的難過 其實我覺得我是觸碰到很多 可能以前碰到跟死亡相關的議題 我們習慣性的 好像就是把它掃到地毯底下 或者是把它藏起來了 我們不要去碰也不要去看 因為我們覺得是很哀傷的 然後很忌諱的 那可是導演這次 您是在什麼樣的機緣情況之下 會選擇這樣的素材 然後把它創作成一部電影 會有《百日告別》這部電影 其實它跟我三年多前 就是失去太太 有直接的關係 那段時間其實我走過了一段 走過了一段還蠻深的一個低潮 慢慢地回來 然後很多身邊的朋友的一些幫助 那在過程當中其實也有一些 對於離別 對於思念的一些感觸 那尤其是某一次我在 其實就是在《百日》的一個儀式 那時候要做到 從頭七開始做到《百日》的儀式的時候 有一次 某一次在《百日》的那個儀式 就有一種感受 對 因為在那一段過程當中 其實身邊一直看到某一個 同一個陌生人 一個之前也是非常為自己的悲傷 很難過的一位中年女士 對 那因為從一開始的頭七 就一直有看到這一位 然後一直都知道說 其實我們都是同一天失去的 所以就是到了《百日》那一天的時候 我踏進寺廟之前都不會想到這個人 畢竟就是陌生人 但是踏進去的 那一瞬間我突然想起他 然後我突然覺得說 他在不在這 我覺得那時候我是在尋找某種被理解 然後覺得這個陌生人 搞不好才會最理解我這樣 因為他應該就是 是在頭七的那天你碰到他 也代表說應該是兩位 都是在同一天失去親人 對… 這個連結其實很深 對 然後所以我就是 當然我沒有 那一天我沒有看到他 但是坐著公車下山 因為我們在山上的寺廟坐騎 坐著公車下山的時候 我就在想著這個人 這個其實我連面孔 可能都已經有點 有點忘記的這一位 突然覺得我們好像不會 如果即使我們碰到了都不會說什麼 但反而是在那一刻 真的是最了解彼此的陌生人 想到這個東西的時候有一種 有一種…安慰 有一種溫暖 有一種… 有一種什麼樣的力量 然後我覺得那時候就是 抓著這樣的一個力量 然後我就開始寫 寫故事 寫的時候還不知道會變成… 變成劇本 變成電影 那我接下來想要請問一下石頭 就是當導演就是找到您 然後跟您提出這樣的邀約 希望您來詮釋這個男主角的時候 你的一個反應是什麼 其實我那時候好希望 不是這個劇本 因為… 太沉重了是不是 對 因為我很欣賞 書宇導演的作品 就是他從九江峰然後星空 然後他跟五月天合作的如煙 然後我都發現就是他在 每一個劇情裡面 都有一個很深厚的情感 那是你在看完之後 然後你會慢慢回味 甚至你在生命當中 有一些經歷的時候 然後那些情感又會浮現出來 然後他是那種非常動人 是會追星的 是會痛的那些情感 然後… 所以… 其實之後 如果說書宇導演 他要我去拍任何一種類型 的電影 我都一定會說yes 但是那時候拿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我真的好希望不是這樣子的劇本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而且… 因為那時候 就是圈內的人其實都知道 書宇導演為什麼寫這樣子的劇本 那讀完劇本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這個是很難演的角色 那…但是因為我自己 就是這幾年來我很喜歡挑戰 不管是體力上面的挑戰 或者是自己創意上面的挑戰 我都是不停的在突破 所以… 那時候我想的第一點就是 對…我得要去接受這樣子的挑戰 第二點 就是…我真的覺得跟書宇 有一種很莫名的緣分 我想要陪他就是完成這一趟的旅程 是 所以那時候我跟我自己說 對 我試著去做這件事情 那也跟書宇聊了天 是 然後其實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他可以就是隨時說no 這個人不適合演這部片 是… 然後但是他最後還是選擇我 對 我是覺得很榮幸 但是接下來就是非常殘酷 對 一個考驗 一個磨練了 其實我也很好奇喔 就是書宇導演 其實這個優秀的演員這麼的多 那您反而是找到了音樂人 吉他手的一個巨星 來詮釋這個角色 您是看中了石頭什麼樣的特質 其實他的特質 原本就已經接近我在寫這個角色的一個想像 就是一個很沉穩 然後是很有男人味 然後… 因為在當中 他是一個事業有成 然後一切都是很穩定的狀態 是 就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半被剝奪的 這樣的一個角色 之後的需要的一個爆發力 之後需要的一種 希望的是一個外放式的一種悲傷的 一種力量的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內在的那股力量 那時候我都覺得石頭有 以及石頭它很符合這個味道 就老婆 就老婆 別放大 你要讓他走不了嗎 他是關於兩個人 一男一女 就是家心跟石頭 然後各自在自己的生命當中 失去了他們非常重要的另一半 你來幫誰做妻 我老婆 你呢 為婚夫 心中對於大家自一份滿滿的感恩質疑 邀請我們現場所有的掌控貴賓至情好友 方便的讓我們去一起起立 讓我們一同面向的加速 因為導演第一次跟我揭插這部影片的時候 是四月的時間 然後五月初我父親就離開了 所以離別我就 就好像有一點點到 就是我怎麼樣重新再去看待這部影片 因為我覺得這部影片對導演來講 也是一個療程 也是一個療程 對我來說也是 你甚至會覺得 你沒有人懂我 你根本不懂 你會有很多恐懼 甚至很多怒 就當你想到它的時候 你會覺得 可不可以就一直這樣下去 可不可以不要 就不要讓我醒來 就是到現在我父親的手機 的那個電話還是 我們還是持續有在繳費用 我還是會打電話去聽他的聲音 當觀眾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 他們是可以真的有一種 對 是 我們不孤單 在這個世界上好像 還有一個什麼樣子的力量 是可以被觸碰到的 去完整兩個人還沒完整的事嗎 你寫真嗎 我來還缺廢物 你很可愛 其實這世界上非常非常多人 都在經歷這件事情 只是我們都不去面對它 我們都覺得它是一個 可能是某種經濟的話題 而因為是這樣 所以更加讓那些被留下來的人 更有一種孤單的感覺 告別對我來說 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是我們所經歷的那些 它已經成為我們的一部分 然後我們必須接納這件事情 找到一個平靜 繼續下去 平靜對我來說 現在還是一個期許吧 其實剛剛就是我們在訪問石頭的時候 你已經給我們點暗示了 你說這個旅程開始的過程 就是其實一開始應該是有很多的挑戰 對不對 我今天要講的話會有好多故事 我先講一個 就是 因為我們在拍這整部戲的過程 其實我自己的情緒 都要非常進入那個角色的狀態 所以我會花很長一段時間 就從我開車 然後出門 然後到片場 這段過程大概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然後我就會聽著音樂 然後尤其是小邦的音樂 因為這部片跟小邦的音樂是 就是有非常大的連結 然後我就開始進入那個 那個角色的情緒裡面 所以到片場的時候 我一坐下來書畫 我的化妝師 髮型師 其實他們就只是工作 然後一句話都不敢跟我說 然後平常我導演喊咖 然後休息的時候 他們也只是把水滴過來 然後也不敢說石頭喝水 或是就是都不敢 都很安靜 跟我對 多說話 因為他們看到我的臉 他們就知道 我現在就在那個裡面 所以到我 就是下戲了回家 我都還是在那個情緒裡面 就算我在跟我老婆 老小孩吃飯的時候 我都還是垮著臉 然後小... 那你小朋友怎麼辦 小朋友會跟我講話 然後我老婆會提醒我說 妳回來一下 妳回家了 對 妳回家了 所以我還是會跟他們 做一些反應動作 聽說您太太是不是都還要 把孩子帶回娘家 稍微那個 對 因為... 給一些時間可以付出 就是我在中間 就是會有一些休息的時間 然後我老婆知道說 我可能過兩天 就要...又要上戲 所以她會讓我有... 還是在那個情緒裡面 她就會把小孩帶回娘家 然後但是有一次 就是我們有一段時間 大概差不多五天 一個禮拜的時間是休息 然後因為拍攝戲真的很累 就是我全身都是緊繃的 因為我還有一個石膏要戴著 受傷你的石膏 然後那個石膏 其實它就像我的枷鎖一樣 就是戴上那個石膏 我就進去那個浴尾的角色 所以對我來說 那個石膏戴在手上的痛 其實是除了肉體的痛 我心裡也在痛 因為我整個人都是在那裡面 所以那一個禮拜 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我可以終於放鬆一下 然後我那天跟我老婆 下午去騎了個腳踏車 然後回來休息一下 隔天上工 然後一拍 就是還沒有開拍 蘇宇看到我就說 妳今天看起來比較幸福喔 因為有去騎腳踏車 對 放鬆一下 對 我都還沒有開始演 然後就是我才這樣子 就是休息一段時間 他都感受得到 導演你怎麼看出來的 你怎麼看出來的 你怎麼感受得到 太厲害了 我覺得因為 就像剛剛石頭說的 就是說我們在一開始拍的時候 他一直都在那個角色裡面 他在那個狀態裡 然後他是很緊繃的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都還有一點 我覺得那個很矛盾 就是我明明看著他 一天比一天憔悴 心疼 心疼 但是同時又覺得 對這個角色是對的 有幫助 對 對 所以就是說 同時又覺得 又有點偷偷的開心說 哇 他越憔悴 他在畫面上面越好看 越符合成績 這件事情 對 對 所以就是那時候 我覺得其實 一方面也是這個吧 所以就是習慣了一種 他在現場的某種緊繃感 那個緊繃感不是說 他真的就是一直撐著 但是我覺得那個就是 他的一個氣氛的一個狀態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片子很特別的是 導演你設定兩個角色嘛 都是在這個車禍當中 面對突然之間失去了 自然的情人 一位就是石頭 詮釋的這個男主角 另外一個就是 林家欣他所詮釋的女主角 但是我們看到這兩個 很不一樣喔 就是石頭他是 他有傷痛的時候 他會直接的 爆發出來 但是我們看到 林家欣的那個角色 是很ㄍㄧㄥ的 一直悶... 悶到最後很堅強 我沒事 我沒事 到最後你才給了他 一些出口 對 那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設定 我覺得一開始想到 要兩個陌生人的平行線的時候 就已經有刻意的希望說 這兩個人用不同的方式 來面對他們的悲傷 那當然因為這個同時也是希望 就是讓觀眾去看到或感受到說 就是這本來就是對於每個人 是不一樣的 而且這個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也沒有對錯的 每一個人會怎麼去面對 那個是屬於他個人 跟離開的那個人的關係 對 所以每個人當然都會不同 那在一開始就是 有這樣的一個劇本的時候 我對於不管說是演員還是工作人員 我們在聊這兩個角色的時候 我都把它形容成 就是迷路在一個迷宮裡面的 兩隻小老鼠 對 然後一隻老鼠是橫從直撞的 是不去記牠走過什麼路的 牠就是想要找出口 牠就是一直撞 一直撞 撞到同一面牆 牠可能回頭 但是牠又可能同一面牆 又再過去了一次 這樣子 一直想要撞出去 然後另外一隻小老鼠就是 沿著牆壁 然後就慢慢爬 慢慢爬 牆壁說該轉彎囉 牠就轉彎 牆壁說該左轉囉 牠就左轉這樣子 然後也是 也沒有在記錄 但是就這樣慢慢走 慢慢走 但是這兩隻小老鼠 最後可能會走到同一個出口 還是會找到一個出口 還是會找到一個 屬於牠們自己的出口 對 所以石頭牠詮釋的這個角色 應該就是那個 會不斷撞牆 那一隻在民工裡頭的老鼠 我們在這個戲當中也看到 石頭有好幾場 戲真的就是 情緒是真的是到達了頂點 我聽說其實還有一場是 你們要那個 要用手去撞 要把那個石膏打碎的 可是後來沒有出現 可是那場戲 對石頭來講 應該很驚險 因為其實你平常彈吉他的時候 你是非常保護你的手的 對 對 然後當就是你知道 你要這樣子去演那個戲的時候 你是完全沒有保留對不對 對 我其實 破出去了 就是不管做就是演電影 或者是拍我們自己的MV 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些動作 因為我自己都覺得 如果你沒有做到 其實你就得再來一次 然後你沒有做到 其實觀眾都看得出來 都感覺得到 所以我不喜歡就是 做有保留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 屬於說 你得把這個石膏打碎 然後其實我們在開拍前 我們就已經在就是辦公室外面 就已經試過一次 然後那時候石膏包著 然後因為他們一直提醒我說 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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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想說 對 我至少要試過一次 然後現在還沒有拍 我也要知道那個 如果真的受傷的話 我還有一段時間可以治療 對 我先來試試看 所以我在辦公室外面試的時候 我是就已經滿用力的 但是那時候滿成功 就是敲的時候 因為辦公室外面的牆 是水泥牆 所以一敲那個石膏就很均勻的 就碎裂掉 然後我手有一點點痛 但是沒有真的很痛 然後但是在真的拍攝 這一段的時候 然後第一次在敲那個石膏 我發現它很難敲破 然後不是那個石膏 做得比較堅硬 而是那片場的牆 它是甲板 比較不是像水泥牆的這個地方 對 所以我敲一敲 它石膏也破 但是那個甲板同時 也有一點點 吸收 對 吸收那個力道 那個力道 所以我得更用力 然後它才 才能碎 才碎掉 然後但是那個碎掉 不像水泥牆那樣子那麼漂亮 所以我們又拍了第二次 所以我們又拿了第二個 對 第二副石膏要套上去 然後我那時候就天啊 你那時候手應該很痛了吧 對 已經滿痛的 然後但是 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既然是第二副 而且已經沒有了 因為接下來剩下那一副 我得帶著那一副 就繼續拍到整部片結束 然後除非再多做一副這樣 對 所以那時候我想說 這一個就只有這一個想 我一定要達成 所以第一集下去 我就是非常非常的用力 然後那一幾下就 我眼淚真的都流出來 這非常痛 因為它直接就是 敲到這個骨頭最突出來的地方 然後那一次就比較好 它石膏真的有水泥 然後但是因為這部片裡面 就是欲為的情緒 它其實都是一個非常高漲的狀態 是 所以後來這樣子的情緒 就沒有放在片子裡面 然後但是對我來講 是一個滿好的經驗 我們講到說這個生離死別 尤其是死別這件事情 在台灣社會是禁忌 大家能夠就不要講 那尤其是 如果是我們身邊的好朋友或親人 碰到他們自己 有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要怎麼去安慰人 我隨便舉個例就是 在那段時間 如果你聽 就是我們經常會聽到說 你還好嗎 是 那你還好嗎這四個字 其實它就是很單純的一個問候語 就是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這樣子 可是對於我們來說 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會把很多字眼這件事情 看得很敏感 看得很敏感 跟只看到它的表層的那個意義 可是你看到那個表層的意義 我聽到那四個字的時候 心裡自然會有一種怒 因為就是一種 很刺對不對 就是覺得 就我怎麼可能好 我當然不好 對 我當然不好 我怎麼可能好 對的那一種情緒 很容易起來 對 可是其實這幾個字就是說 你還好嗎 如果它只是多那麼一點點 你今天有比較好嗎 就是說更細節的去問 是今天或是什麼 對 你今天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因為當你問說 你今天有沒有比較好一點的時候 你其實就只是一個 就是你同時你已經讓這個人知道說 我知道你不好 我知道你不可能好 我也無法去體會那個難受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一天比一天好一點點 感受的問題 對 其實就這麼差 差那麼一點點 有些時候是幫助滿大的 或者是就是 我那時候也有一些朋友他們 他也不會特別的強迫 可是他就是用很 最我們台灣人有的那個問候 就是你吃飽嗎 他就是 他經常就會問我這個 就是他經常會三不五時的 來一個簡訊 就是 你吃飽了沒 要記得吃飯喔 就這樣 他也不會多說 當然在這幾 這簡單的字眼的背後 我知道他就是 要我要顧到身體 要我不要忘記 就是我還是要照顧自己 的這件事情 對 但他也不會就是硬著說 跑到我家門口 跑到按我門鈴的時候 出來了 吃飯了 吃飯了 因為他也知道 那樣也會是某種壓力這樣子 對 那其實我們看了就是說 這個片子處理很多是感情 感情 那個感情不一定是愛情 有些也是親情等等的 那我想繼續來請問一下石頭 因為我記得你曾經 在其他的這個訪問 還有這個節目當中也談過說 你年輕的時候應該是高中以前 其實有一段時間 非常的叛逆對不對 尤其是跟父親之間的關係 可不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對 現在其實回頭看這些事情 就真的滿傻的 怎麼說 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自己覺得 對家裡的人叛逆 其實是一個不諒解 就是覺得他們為什麼管我這麼多 然後為什麼就是可以說欺騙我 因為在我童年的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離異的 父親是船人嗎 是 他常年跑船很長時間都不在家 對 那但是其實家裡人都沒有跟我說 我的父母親是離婚的狀態 然後因為我的父親有再娶 然後我一直以為那個是我的親生的母親 所以一直到小學六年級要辦身分證的時候 然後我才發現我的父母欄上面的那個母親的名字 竟然不是我熟悉的 所以那時候我非常震驚 然後我回去問我的姑姑 然後她才說你的父親有離婚 然後這件事情 然後那時候我就開始覺得 為什麼你們要騙我 要瞞我這麼久 然後我那時候因為剛好進了國中 然後到了青春期 那時候身體的激素或者是你的環境 然後就受了很多影響 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有理由可以叛逆 我有理由可以對不起家裡的人 然後我有理由因為我的父母親離婚 然後我可以做一些傻事 然後現在是我回頭我看這些事情 就是我就是這樣子看 像什麼樣的傻事你剛剛提到 就是我會翹課 然後會在學校會打架 會打架 對 會打架 然後會跟就是在裝球店裡面 混一整個下午 然後也有那個蘇宇導演 拍酒醬風裡面的情節 就是有同學去偷那個摩托車 然後我們就真的坐那個摩托車 然後去市區裡面兜風這樣子 然後騎到沒有油就丟在路邊 然後後來那個小孩 那個同學就被抓走 真的就被少年隊抓走 就是這些情節是真的在我 就是青春期的時候發生過 然後那些叛逆的情節是真的發生過 所以現在我回頭看 我真的很後悔做那些事情 因為當我看得很清楚的時候 我會發現 你的家人沒有人對你不好 你的姑姑叔叔 你的奶奶 甚至父親再娶的那個媽媽 就對你就是這麼好 然後這麼呵護你 然後你需要的東西通通都給你 給你一個這麼好的環境 一個家 然後你竟然是這樣子的態度 對待他們 所以我在很多報導裡面 我都說 如果我現在真的可以回去的話 我真的很想要去揍 以前的那個我自己一拳這樣子 把它給揍醒 你後來是怎麼樣去修補跟家人的關係 後來是怎麼好轉的 其實在跟家人當中有滿多的衝突 那我記得有一次非常嚴重的衝突 就是我有一天比較晚回家 然後我奶奶那天晚上多念了我幾句 然後那時候我很生氣 然後我就一拳 我就往牆壁垂下去 然後垂了以後 然後我就離開家了 然後離開家的時候 但是我才發現就是肉體開始在痛 因為我的手的骨頭斷掉 你垂到自己的手的骨頭斷掉 骨頭斷掉 然後斷掉之後 我自己到了醫院 但是我父親也就是找了 台北市各大醫院也真的找到我 然後找到我 他第一句跟我講的 不是說你怎麼這麼不應該 然後也不是責備我 他說奶奶很傷心難過 希望你不要生他的氣 然後趕快回家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聽了 我就天啊 就是我這樣子的行為 就是奶奶沒有責備我 然後我的家人沒有責備我 反而是叫我不要生他們的氣 就是我這個做孫子做兒子的 竟然是這樣子的態度 對我的長輩 那時候對我有一些轉變 所以後來跟爸爸的關係都很好了嗎 非常好 因為其實我爸爸在 就是我大概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 出過一場車禍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也是我 開始叛逆的開始 是 就是那時候 他出車禍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還小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他出的那個車禍 有多麼嚴重 就是後來家裡人才告訴我的 然後他其實整隻腳的膝蓋骨 是碎裂的 然後小腿骨跟大腿骨 通通都打鋼釘 然後兩隻手都是斷掉的 然後現在還有大概三四隻鋼釘 在他手裡面 所以這些 這麼嚴重 這些是我後來才知道的 然後但是 家人那時候都沒有跟我講 但因為爸爸出了車禍之後 其實就在家裡面工作 然後他做的工作是 做那種代工對不對 對 就是做手工 然後去那個虎林街或候車站 有那種就是家庭代工 你是拿一大袋東西來 放到家裡 然後裡面可能就是 女生用的那個髮夾 然後把塑膠跟金屬的地方 又用熱熔膠黏在一起 然後或者是他會劈一堆電子零件回來 然後去那邊焊接 有的時候還會不小心燙到手 然後就是做那些 就是每天起床就開始做 然後做到晚上 可能一天才一兩百塊 那樣子的辛苦錢 但是因為那時候我在上課 我完全不了解說 為什麼突然有這麼大的轉變 就是 就是家裡為什麼多了這麼多帶東西 然後本來我可以 就是很方便的走到我房間 然後去念書 然後或者是在家裡 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地方 突然通通變得那麼擁擠 然後變得這麼局促這樣子 然後爸爸的脾氣也越變越壞 因為他通通都待在家裡 然後他也被關在這個地方 所以只要我有做一點點不對 我曾經有一點點低落 他整個人的火就是 就是馬上冒起來 然後他那個脾氣 來得非常的快又非常的大 所以那時候我反抗 家庭就是那時候開始 我覺得是那時候開始 所以一直到國中 然後都一直跟他的關係沒有很好 然後 但是他後來比較好的時候 我覺得他一直試圖的想要接近我 修補 對 修補 但是我覺得他 他是一個不會把愛說出來的 他不會摟著那個 比較含蓄吧 長輩 對 孩子的肩膀 然後或者是跟你說 你的人生該怎麼樣的一個人 然後直到幾年前 就是他突然胰臟炎發作 然後那是非常嚴重的胰臟炎發作 然後進了加護病房 然後那時候我非常非常急 然後我打電話給奶茶 因為奶茶他認識很多醫生 我說有沒有辦法讓他進到比較好的醫院 然後可不可以找醫生然後治療他 然後奶茶真的幫到這個忙 所以我現在非常感謝奶茶 因為是真的是他救了我爸這一命 然後他整個遺障是切掉 然後但是我爸加護病房出來之後 其實我就發現我跟他可以聊好多天 他就會講說他那時候跑船的那些過程 然後說他去哪個國家什麼東西好吃 然後去南斯拉夫 然後說爺爺以前也是跑船的 然後帶什麼水果來家裡 就是好多歷史跟家裡的那些過去 他都會跟我講 然後說他因為他是個老饕 所以他對做菜很喜歡美食 然後他是個美食家 但是他遺障切除以後 很多東西都不能吃 不能吃 但是他很會形容 他會形容很多就是台北的一些小店 然後那些老店 然後他說你要吃小籠包 就要去哪裡哪裡 然後你要去吃煎餅 就要去哪裡哪裡 然後基隆的哪裡 什麼東西最好吃 如果他真的寫起來 他就是我覺得也是另外一個經典 他可以寫一本書了 對 因為他是上海人 所以上海人對美食這個東西 是很執著的 是 他又會吃 所以我那時候就聽他講這些 我突然發現就是跟他又很近 但是我很後悔是 這麼多年之後 就是我才真的又認識我的父親 我才真的又認識我的家庭 是 如果有機會透過鏡頭 你會想跟爸爸說什麼 我會跟他說 請他再多帶我 就是經歷那些 他曾經經歷過的那些旅程 然後請多帶我經歷過 他經歷過那些人生 我覺得我現在還聽不懂 五月天出道十三年人氣不減 團員有著不同的個性 包括走勢在一旁 溫柔微笑的他 石頭石井航 一場演唱會其實 沒有跑個五六圈 應該是會讓大家覺得 好像五月天在偷懶 默默在一旁很少發言 卻會在最關鍵的時刻 說出最具影響力的話 這樣的個性 從小就能看出端倪 他會躲在角落 但是他不會沒有意見 就是說他有他的意見 他會跟大家討論會講 但是他喜歡一個人躲在角落思考 石橋石橋 不多話 但在人群中一定能一眼認出他 因為石頭從小就對造型特別講究 他一定會有 丟兩根毛在這裡給自己感覺 好像帥一點 不只髮型獨特 衣服也總是整整齊齊 在國中老師的印象裡 年紀雖小 但也許連身材 都有自己特訓 對外型的美感非常注重 現在不是很流行那個 女生頭髮做器材的挑染 他在我們那個時代 就已經是那樣子的頭髮了 當他認定了這個事情 是他感興趣的 他要做 他就會做 花他所有時間去做research 給人的印象 總是全心全力 投入在感興趣的事上 包括對音樂的狂熱 考上高中那一年 拿到家人送的第一個音箱 從此鑽進音樂的世界裡 他只會做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不斷地在練習吉他 然後另外一個事情就是 不斷地用電腦看那些演唱會的DVD 看到一個東西 他會很有魂心去做到底 所以叫石頭 我看了一個好東西 我就從頭到尾 我絕對不停的 這個是很猛的地方 我們要回到那遙遠地方 望一望 熱衷音樂 1999年加入五月天 發行第一張專輯 一樂成為天團 石頭也開始著手 作詞作曲 他從歌詞後來漸漸地 會看出一些端倪 就是說他原來他的文字的風格 是這樣子的風格 然後後來到他寫的書 那這個有點深色的文字當中 帶著濃濃的自己的情感 那不容易 從詞曲跨足成為作家 文字傳達情感的能力 讓人驚豔 也發現原來石頭粗獷的外表下 有顆溫柔細膩的心 在樂團裡看似低調 卻不斷嘗試用各種方式 用盡全力發展無限潛能 五月天的tool非常累 非常的忙 在全世界這樣跑 他可以用出了剩下的時間 空閒的時間 就在做文字上面的紀錄 就為這個書的那個 的一些內容 做非常充分的準備 帶著憧憬 在做到完美前 絕不停下腳步 石頭在創作上展現天分 2015年 再度挑戰另一個領域 電影男主角 找問題的加碼 告訴我 他有一直跟我說 就是 他說這片很緊 很緊 他覺得他一直在一個 很當很當的狀態 從發片開始 不敢看螢幕中的自己 到獨條大樑演男主角 石頭嘗試用不同的方式 詮釋作品 彈奏吉他 寫詞作曲 出書 一直到演戲 用多才多藝 傳達溫柔的力量 其實 上石頭你現在有自己的孩子 自己也是爸爸了 您現在跟自己孩子的相處上 你覺得你自己是一個嚴格的爸爸嗎 我是一個會說實話的爸爸 會說實話的爸爸 對 怎麼說 就是像很多 比如說 就是我會告訴他們一些道理 我不會用娃娃音 我不會用碟字 然後我不會用 對 我不會用一些 又一些 就是 可能讓小孩比較容易接受的方式 然後去 可不可以舉個例子 例如說 我會希望他們吃一些健康的東西 吃健康的食物 對 像多吃青菜嗎 青菜 然後我會跟他們說 這些東西對你們的身體都很好 然後爸爸是 就是為了你們未來的健康著想 然後像秋葵 但是我會開始形容這個秋葵 我會說這個東西對你很健康 但是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是一個火箭 火箭 對 一個火箭 有趣的火箭 火箭 然後它吃到你的肚子裡面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產生能量 像火派的菠菜這樣子嗎 對… 我會先告訴他們真實的狀況 然後再說服他們 用他們喜歡的方式 然後再去說服他們 那萬一小朋友不聽話的時候怎麼辦 我會把門關到家的外面去 把門關到家的外面 為什麼 對 其實我的做法有點像書語 真的嗎 就是書語讓這個劇中人欲為 就是我 然後讓我了解到這個家的溫暖 然後所以當他把這些事情剝離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很痛苦很難過 所以像我小兒子 就是他如果惹媽媽生氣 然後通常都不是惹我生氣 因為我脾氣的範圍好像比較大 但是惹媽媽生氣的時候 我就會特別的生氣 然後他又不跟媽媽道歉的時候 就說你不要住在我們家 我們家裡沒有這樣子的小孩 然後我就可以 我就會把門打開來 然後把它丟到外面去 然後把門關起來 那小朋友一定會哭吧 對 因為對他來說 家是很重要的 然後我們家是 幾乎三餐都會在餐桌上面吃飯 然後都會聊天 然後都會互相就是在一起這樣子 就是一個很緊密的家庭 所以當我把這件事情剝離的時候 他就會很痛苦 然後像我的大兒子他小時候 他也有一次 就是我們都給他很多玩具 讓他玩 但是我們希望他收玩具 但他都不收 小孩子很難收玩具 對啊 比較調皮 但是有一次 然後他就真的都不收 然後我就開始把 說有我看得到沒有收的玩具 然後通通裝到垃圾袋 你是很平靜的裝嗎 還是你很生氣 就是說這些東西你都不收起來 所以就是你不需要的 所以我通通把它裝到垃圾袋 然後我就真的把它丟掉 真的就拿去丟掉了 對 我沒有 我沒有 因為我之前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所以當他不做的時候 就是真的做這麼一次 但是只要做這麼一次 他就知道了 所以現在他跟他弟弟 就是要嘛就是 他們現在不收的狀況 是我們可以容忍的 如果說我們真的 叫他們收的時候 他們就會好好的把手乾淨 那這樣我覺得 你在家裡應該是黑臉吧 不是 對 其實我通常都只要講一句 他們就知道了 因為你是真的 我就是說到做到 對 我會真的 說到做到 對 所以姨太太有沒有跟你抗議過 說這樣子會不會太殘忍了 不會啊 因為我 我真的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他會很後面才做 所以前面我老婆已經會 會催出他們很多次這樣子 孫儀石頭的這個教養方式 真的是滿特別 就是很有決心啦 就是說我就是幫孩子 設立一個規則跟規矩 你如果真的越過了這個線 我會讓你知道 這樣是不可以的 是 談到了人生的這些議題 也讓我們知道說 就是珍惜親情 珍惜我們身邊的人 真的是很重要 那最後我想請問一下 書與導演 因為我曉得說 其實我想您在經過人生 一個這麼重大的事情 難免會有一段時間 是比較消沉 但是我記得您也有分享過 是因為太太在您讀書的時候 曾經有跟您說過 看你好像真的是很喜歡電影 那希望就是 你會不會 你應該會一直拍下去吧 也是因為太太的這句話 讓你有了不斷創作 跟走下來的這個動力 走下去的動力 那您會希望說透過這個電影 我們也請您就是幫我們做個捷運 你希望觀眾走進電影院 看了《百日告別》之後 能夠感受到什麼 或者是這個電影可以帶給大家什麼 我覺得這個電影 對於觀眾其實會有兩種 就是因為有些他們是經歷過 在電影當中 他們會找到一種不孤單 他們會找到一種理解 找到一個陪伴 那個會是一個很撫慰的力量 然後可能沒經歷過的 其實真的就像剛剛說到的 就是會珍惜 真的是會珍惜 就是當我們在面臨 這樣的一件事情的時候 或是我們看到別人 在經歷這樣的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是會珍惜我們身邊的每一刻 就像上次有一次我忘記是哪一次的 一個什麼訪問我忘記 然後我就突然講出了那個就是 因為好像就誰問我說 最近的態度 還是最近對於事情的態度是什麼 然後我就 那時候我就突然講到一個 就是說就是 往後沒有任何事情是理所當然 所有的事情都會特別的去珍惜 珍惜每一刻 每天在我們身邊出現的人 每天陪伴我們的人 不管是親人還是同事對不對 對 都不是理所當然 真的 今天真的是非常地謝謝兩位 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跟我們分享白日告別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是這部電影透露出來 給大家的一種感動 精神 還有就是提醒我們 要用什麼樣的態度 要去面對死亡這樣子的議題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兩位 未來不管是在音樂還是電影 有更多能夠感動人心的作品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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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石頭 人生路難行 流星時就會有親鄉陪伴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林書玉 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話是 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需要珍惜我們身邊的每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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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多來跟你們在一起 我們不會有色的 喜歡他們們一起去組織 我們會不會有色々地